位在台北市大直的例行 新村社區內有許多的花圃公社 但一名住在一樓的左姓老翁 為了進出方便 他將陽台打穿蓋了出路口 還怕天雨露滑拿石頭鋪路 不過這些都被法院判決 回復原狀必須拆除 讓他非常不滿 左姓老翁是名退役日文教師 他認為市府派人來勘察過了都沒有拆 實在不懂為什麼鄰居告上法院敗訴了 辛苦見得不到就必須要拆掉 因為市府其實是認為 他是屬於一個寄存的違建 沒有立即的危險 所以他判定他是緩拆 但並不代表說 市府認為他是合法的建物 那所以法院最後認定說 其實是沒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而無法去使用這個法定空地判拆 其實是完全不衝突 而且是有道理的 老翁使用花圃並沒有經過社區全體住戶同意 才會由此糾紛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 鄰居關係是否良好 非常重要 記者黃天豪成都群 台北報導